8点38分16秒 朱立伦和习近平见面 刚见完面了 两面评价在人间 这件事情一定两面评价 那从 从如果 蓝军的角度来讲 那或者比较偏蓝的立场 对两个关系 抱持正面期待的立场 那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谈出什么 但有一些可能是 比较 比较跟一般人 没有直接关系的 比如亚投行 那习近平做了 做了正面回应 欢迎台湾 支持台湾 加入亚投行 虽然 这个欢迎跟支持 有点 口角春风 因为 那种的欢迎跟支持 也是有条件的 比如你要申请成为创始会员国 不要了 不要了 我不会给你 给你创始会员国的身份 那 因此在接下去的一些章程啊 等等的修改的时候呢 你台湾就先不要参加吧 这个呢 由大哥代劳 再来就是 欢迎 但是并不是用 用你台湾 想要的那个 那个称谓 他当然不可能让你用中华民国 因此看起来就是中华台北 那中华台北 即使用了中华台北 我相信还 还是会两面评价了 但是我常讲就是说 这种的政治上面的口水 我们要有一些自我的沉淀的能力 不要人家吐口水的时候呢 你还你还你还脏了嘴呢 去接 那没有必要 这很脏啊 就别人吐口水的时候呢 你就你就你就散 散边去 把它躲开就好了 但是对一些大的议题跟 跟方向 第一个从过去的亚银 亚银我们现在的 现在用的用的用的名义 是是中国台北 那呃 那个其实比现在我们已经惯用的 中华台北来来讲 嗯 那那当然还还是要好得多 尤其从中文 我一讲就是说 中文上面的这种的 呃 训辜考证呢 在政治上面的训辜考证呢 就是说呢 字字诸 鸡啊 那这个斤斤计较 那其实在英文上面来讲 意义都不太大 英文里面 Chinese is Chinese Chinese Taipei 那你要你要翻成中国 你要翻成 翻成 翻成中华 还是 你 你 你 在英文里面 没有这么麻烦 当他叫做Chinese Taipei的时候 呃 他不会去去再再继续跟你去撸 说那个那个意涵到底是什么 就像当你在谈九二共事的时候 你要去跟去跟呃 这些呢 外媒 包括像是美美联社 去跟他谈说 你怎么可以扣我一个一个终极统一的帽子呢 其实也不要太太怪这些 这些的这些国外的媒体 尤其大的通讯社 有一些大的通讯社 他们派驻在在亚洲在华人区的记者 其实也都已经很了 很老道了 他们他们并不是不懂不懂中文 但只是有些一有些议题啊 要要摆进中文的脉络里面去思索 他其实还真的有有点有点困难 其实即使是即使是呃华人 就是说像是像我们每个人当然都都看得懂 看得懂就是中文 那听得懂华语 可是你要我们玩完全大早 早一般的事情小明去谈九二共事 那个那个那个要他命一样的 就四个字他讲得出来了 但是内涵的部分来讲呢 就讲不出来了 就是说政治的政治的分析 那些复杂难懂的部分啊 其实要要这境外的媒体去去做精准的表达 太困难了 好那朱立伦跟习近平的见面 那第一个你看到 我我觉得他他就像什么 就像两两个人当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到了从2005年 那连战破冰之后 刚好十年的时间 那第三位的党主席来了 那跟前两位的党主席的不同 第一个是风格上的不同 前两位的党主席 从连战到吴伯雄 第一个他们的年纪呢都比较大 他们都是我称之为的战前世代 就是他们的出生呢都是在二战之前 那都都是在 他们都有一些的战争经验 那都有一些的两岸经验 都有一些的国共经验 但是朱立伦 朱立伦只比较大一岁啊 这真是哇大一岁的都已经当党 党主席都要选就选总统 你就知道唐强龙有时候想到这种事情 天哪我这么老了 好那 朱立伦是战后时代 你甚至可以说他是 他是他是他是 他是这种的战后的 他他他不能算战后婴儿潮 战后婴儿潮大概是现在 现在六六十岁出头的 那个是战后婴儿潮的时代 大概就是韩战 韩战爆发之后 你知道韩战爆发 韩战结束的第二年 台湾的出生率创新高 就是就是韩战一结束之后呢 呃就是呃这个中美的 中美的写协方条约一签订之后 台湾人开始拼命的生 生孩子 就很敢很敢很敢生 那个你看那个趋势是很清楚 所以和平跟战争 今天在台湾 你尤其是在年轻的时代 因为没有战争的经经验 所以在谈这种的和平跟战争 谈的多多虚浮 好像在在在打电动玩具 打打就打嘛 打打输了 再重来一次呢 再重开机就就好了 就谈的好像在在在玩一场的 video game一样 连的连线对战游戏 他不是啊 他基本上面会 会会对你的对你的对你的生命 对于你的财富 对于你这一生被诞生在这个地球上面的意义 跟跟价值产生真的是地动天摇的影响 那因此和战 就是对于你这个生命价值 你诞生在地球上 诞生在台湾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呢 如同如同浮游 蝼蚁一般的轻贱 就在和战的概念下面 当然战有战的 战有战的追求 何有何的代价 因此我们在我们在训练自己思考 由于像台湾的这种的格局的时候 如何训练人民思考极为极为重要 那当第三代的领导人上来了之后 他跟他跟连战跟跟伍伯成 当然不然除了他们是战前世代 比较年长的世代 是有横跨到这些呢 和平与战战争经验 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些战前世代 从我的角度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比较惜福 因为他们曾承受过 承受过巨大的苦难 那知道呢 什么叫做大的得失 因此他们曾经 曾经失 曾经在那种的招不保 喜风雨飘摇的环境当中生活过 所以对当下所拥有的 他们确实 我认为 不要说比现在比我年轻的 比我这个世代来讲 我认为他们都惜福许多 那我们毕竟看着他们这些世代 其实我们没有那种经验 可是因为每天替他们耳提面命啊 多多少少呢 也也会 也会学 学学者一点 可是很年轻的世代 就没有这种经验 你你你跟他讲 他可能嫌你很牢叨很烦 好那呃 前两个世代呢 是那种大格局 大排场 要登陆的时候 要把台湾的美好 跟跟跟跟强大要摆出来 要给台湾争面子 所以在过去 你今天批评讲说 你看他们都是带那种的大企业 有有钱人 好像他们都跟有钱人站在一起 民进党在过去 除了扣红帽子之外呢 也也扣这种 这种就是说呢 政商关系的 就是说的阶级大帽子 看连战身边 呃 除了除了穿着打扮的 连战本身呢 就已经的家 家世 呃 跟吴伯雄 那两家人的这个家世财力呢 都不菲 那他带的他身边的朋友带去的呢 也都是这些呢 超级大财团 台湾甚至于呢 全全球排名呢 这个五百大的这些富豪 那富商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带上去 是因为 要让台湾的面子 在那种就两岸最高层级的会面当中 要能够呈现成 谁 谁不会给自己撑面子呢 当他作为一个一个代表台湾的 就是说领导 领导阶层的人物登场的时候 他难道不考虑台湾的面子 当然会呀 你就像今天 你跟 你跟一个 跟一个 就是说九位谋面 开 开同 同学会的时候 女生不好 去设计一下 男生呢 不好好的去 去弄个行 行头 一定会的 所以你今天光去 光去用 用这种片段的方式 说你看他们都跟 都跟谁在那步 他要 他要把台湾最强势的面 表现出来 这又什么不对 要给台湾撑面子 那好 那但是现在 其实台湾要撑这个面子 也很难 因为大陆 自己也已经 也已经起来了 相反的 这次朱立伦去 我形容朱立伦走的是 小青星的路线 台湾现在很流行 你知道 小确幸 小青星 朱立伦到了 到了第三代的党主席 说完全走的是 就这种小确幸 跟小青星的路线 带去的呢 三中 三中一清 都是小 中小企业 然后 人 带去的人呢 也很单纯 所有你 你叫得出名号的 大企业的老板 你 你不要以为 朱立伦没有 没有这人脉 当然有啊 但只是 只是 只是 他不叫 他刻意的 就是 营造出来是这种的 小确性 跟小青星的格局 我不能说不好啦 我认为朱立伦 在凸显一些 在这些的安排上面 在投台湾的 某些舆论之所好 觉得我已经不需要 再帮台湾做 就跟面子了 就把 就把台湾的真正 大家平常在谈的 在骂的那东西 好 那既然你们要这东西 好 那我把它呈现出来 他自己拉他行李 他也不坐黑头车 嗯 他 你可以 你可以说 清居 捡 捡虫 作为他的第一趟的 登陆之行 那谈的呢 好像也都呢 高来高去的 那个高来高去 背后有一些的玄机啦 我先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再聊 好 当然一件 一件事情要 要样样好 那不太可能 那但是朱立伦 除了要去呈现 自己的风格 因为他其实是有 是有北京的经验的 我多之前有提过 他在在北大也教过书 他他们 但是他面对的 其实比过去还要艰难 因为他的对手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如果从 从中国历史上面 我觉得他颇有汉武帝的架势 就是那种经过了 经过了文警大致之后啊 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实力 到了某个某个阶段的时候 他当然并不是呢 带着部部队呢 去这个这个去开疆 屁土打打杀杀 但是呢用用国家的实力呢 开始呢扩扩张了 就是说呢 中国的影响力 跟国际地位 寻找那个呢 在在1842年 鸦片战争之后 那开始进入到了 就是说呢 人类的历史上面 非常巨大的苦难的 那160多年之后 那今天 中国在在想要 想要让那个中国梦 强国梦的那个墙 要怎么个强法 那 习近平 我之前也讲过就是 李光耀这个人 李光耀的点评 李光耀点到习近平的时候呢 他说习近平是 曼德拉级的人物 曼德拉大概有点概念 但是他在讲 曼德拉级的人物的时候 你知道他讲的意思吗 他说习近平是一个 可以承受痛苦的人 他可以把他自身的 成长经验当中的痛苦 跟他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 可以做切割 不会因为个人的经验 直接投射到他的决策上面 你知道许多的政治人物 几乎都不可免于这一点 比如说马英九 比如说李登辉 都一样 但是他认为习近平是 他之所以会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他有能力去做这样切割 就像曼德拉一样 我讲具体点来 就像是曼德拉 他在过去在坐牢的时候 做政治牢狱的时候 跟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面的 这些呢 这些的狱友们 当后来陆陆续出来了 那有很多媒体去访问这些狱友 就是哎 那你们你们出来之后 像这些年的曼德拉 你们看到的曼德拉 跟你们在牢里面 这个关了关在一起 关那么久的曼德拉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他这些狱友们 一口中说 没有没有不一样啊 他说你们你们以为 他关在关在里面 很很很痛苦很悲情吗 没有啊 他说他他出来的生活规律 跟他老里面的是一样的 那些的痛苦好像在他身上的 没有没有留了 留下什么的痕迹 我们说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就他走过的 在他身在他决策的时候 竟然不留下什么痕迹 这个就很厉害 好吧 那他跟他跟习习近平之间 当你说亚图航的问题也好 6662号文件也好 基本上面都做了一些排除 但证据上面好像没有什么突破 对不对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突破了 进广告回头再聊 开盆之后现在下跌55点 8531点 9793点 不记得刚刚齐健霍的分析师的提醒 当然 朱和习见面之后 因为他们都到了深水区 两个人我相信充分意识到 两岸已经走到了深水区 深水区当然要处理政治问题 但是就像在深水区 你在深水区的 大家都知道深水区有大雨 可是要在深水区抓雨的风险很高 所以你的动作要很缓和 不能够动作太大 一不小心踩空了之后就灭顶了 第二个在深水区的时候 从我们包括媒体 包括我 包括外人在看的时候 他会有困难 因为你看到的那两个人 大部分都在水底下 水平线之下的动作 你就看不太出来了 你只能看到两个头在上面 看到两个人淹死没有 因此观察也比较困难 那对于实际上面在操作上 来讲也比较谨慎 但是九二共事已经开门谈了 这个是最大的突破